这个夏天詹姆斯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陪伴自己的孩子 从詹姆斯选择加盲洛杉磯湖人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 现在詹姆斯已经将重心从总冠军放到了家庭和孩子 他在省然目前将更多的精力放在了孩子的未来 这段时间詹姆斯的大儿子詹姆斯二世带领自己的球队在全美U13篮球连赛中横放千军 捧起了总冠军奖杯 詹姆斯隐身每场比赛都去给儿子加油助威 詹姆斯从小就没有父亲 他深深的知道渴望父爱的心 所以他不论多忙都会抽出大量的时间来陪伴孩子们 而只得一提的是 在比赛中一个不到13岁的小球员可输火了一把 在比赛中詹姆斯儿子的队友摔倒在等 就在旁边的詹姆斯站起身来试图拉起他 本以为詹姆斯会很轻松的拉起这孩子 毕竟这只是U13的比赛 这些孩子都是1213岁的 但谁聊到詹姆斯却用尽全力将这孩子拉了起来 当这孩子站起来后 我们才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这个孩子竟然和詹姆斯一样高 看上去比詹姆斯还要肇事 身高差不多2米03左右 体重更是差不多 超过了250斤 詹姆斯翻拉起来这孩子后都感到惊叹了 还和这孩子来了一个机长 求你看着这孩子身后的号码34 那一瞬间仿佛看到了曾经大鲨鱼的音质 不过这孩子比13岁的奥尼尔都要恐怖吧 请不吝点赞订阅